欢迎收看第一名的节目 第一名的分析师 欢迎您收看股市将军 今天台北股市还蛮戏剧性的 那成昨天的那个盘局 昨天的盘局是什么 你们发现昨天是往下灌下去的 昨天跌五十几点嘛 对不对 那你们发现今天盘中早盘 九点到十点再灌下去的时候 再灌到七十几点的同时 可是你收盘你会发现说 奇怪尾盘又拉上来 那个这个叫指数 指数它就是这样子 投资朋友指数没有为什么 这个指数就是 我也没有办法去跟投资朋友去解释 指数 哪边会涨 哪边会跌 因为指数坦白讲 因为没有人绝对可以去预测说 哦 这边就是低 哪边就是低 哪边就是低 这边上来就要下来 上去它就会下来 上去就会下来 我可以跟投资朋友保证 没有人会知道指数怎么走 绝对没有人会知道指数怎么走 因为它是一个大方向 你就大概只能知道 哦 它是一个大方向 就是一个趋势 比方说现在目前趋势上升趋势的结构 那好像稍微有一点点惯性被打破嘛 对不对 那你只能讲就是说 目前的惯性稍微被打破 但是也没有人可以跟你保证 就是说惯性被打破 它一定就是往下跌 没有人可以这样跟你讲 就如同这边的惯性 它是被打破的 对不对 可是它跌到相对的一个程度 它跌到相对的一个程度 它还是有机会上来啊 那你说这个位置到底会上还是会下 请问会上去还是会下来 那其实我的看法比较单纯 我的看法就是比较简单 就是横向 我认为就是横向而已 顶多就是横向 上不去也下不来 投资朋友 目前正俊的看法是上不去 但是也下不来 那目前您就着重在所谓的个股操作 那刚刚为什么我提到 所谓的上不去也下不来 是有原因的 因为接下来迈入的是八月份的行情 请问八月份会公告什么 投资朋友你要去想这个问题 接下来的八月份会公告什么 当然你不要跟我讲 老师公告七月的财报 当然也对啦 八月份接下来就是要公告 整个上半年Q1加Q2的财报 八月中旬 对不对 投资朋友 那接下来要公布财报 那也就是说 财报好的 你要去锁定它 但是特别留意就是说 上半年财报好的 那下半年 或者是第三季 会不会持续的营收是往上走的 这个也很重要 非常重要 那待会政军都会帮各位投资朋友 去锁定 全新八月份 你应该要特别去 留意什么样的股票 那今天政军在TATA 我今天在TATA也提到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 来到股票市场的 大家每个人操作的逻辑不太一样 那当然 每个人想法思考也不一样 所以股票很好玩 为什么 因为大家想的都不一样 可是有一个唯一的一个共同 就是说 赚钱 它只有唯一一个共同的一个特性 就是你要买到相对的低 那你高你要会卖 就是你在低买 那你高卖 简单讲就是买低 高卖 那你就会赚钱了 对不对 简单讲就是买最低 卖最高 那你在股票市场 你就可以赚得到钱 那这个是我 我在TATA也讲过 就是说 这是一个三岁小朋友 都知道的一个逻辑 很简单嘛 对不对 那你都知道 那请问投资朋友 为什么 为什么你在操作上 你不是低买高卖 你通常在高你去买 但是投资朋友 我还是跟投资朋友提到 我不怪投资朋友 因为你会买到高的那个位置 不是你自己的意见 不是说你自己心里就是有主见 你就是喜欢去买那个最高的 不是 因为你不知道要买什么 所以你们整天都在看节目 你们整天都在看节目 然后看到 看到最后你就会发现 就是说奇怪 为什么你套牢的股票 都不是自己选的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你每次套到高档区 都不是你自己个人的想法 去买进 都要举例说明 比方说 有些高档股票根本不怪你 不是说你自己爱去买 你知道为什么吗 有时候高 这个就是你看太多节目 那可是当在行情 在往上推升的过程当中 你会买到这种很奇怪的位置 就是说你80几你绝对搞不好 你就是在那边看 你可能也没有看到 可是你在120几块的时候 你就突然发现一堆人在讲 一堆人在喊 可是喊喊喊 喊到最后就变成就是说 你去追 但是你不会出 你不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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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这两根 昨天的跌停 今天又快跌停 等于说你常常会在这种行情 你会等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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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一般来讲 直接灌下去再灌下去 很少有那种V型反转 直接这样V型反转再创新高 很少有这样的 很少有这样的股票 当然还是有 还是有 因为近期的股票 实在是太难以捉摸 因为真的最近的行情 有时候你会觉得 很莫名其妙 很莫名其妙也有可能 当然我讲的是 只针对是百分比的问题 那你要拿少数来跟我讨论 那当然我就没话讲 我是跟你讲就是说 用比较大众化的一个数据的 一个分析的系统 来看股价的问题 那投资朋友就是说 为什么长期都没有赚到钱 因为我刚刚特别提到 你看太多节目 而且你没有过滤跟分析的那个能力 所以你常常在很高的位置 你去买了股票之后 你没有去做一个动作 叫杀低 追高杀低是对还是错 我今天有在讨论这个 我今天在中华在讨论这个问题 请问追高杀低是对还是错 投资朋友 追高杀低是正确的 百分之百是正确的 以一个操盘的一个实际上 实物上 实物上的做法一定是追高杀低 但为什么这一句话 不适合套用在投资朋友的身上 为什么这一句话用到你的身上 就是错的 为什么 因为你会追高 但是呢 打死你不出 投资朋友的惯性都是这样子 就是你买了 而且投资朋友有种习惯 就是说 当然我还是要强调 不能怪你 不能怪你 为什么不能怪你 因为在操盘的那个资金的部位 那个部位比较大 非常的大 你就算砍也只是砍百分比的5%10% maybe啦 但是投资朋友 你可能就是 就那一笔财富 你可能就那一笔财富 你买了 比方说你在120几块 你买了什么 你买了 你买进去 你买了美食 那你买了120几块 那当跌停跌停的时候 你会不会砍 你不会砍 因为你会舍不得 你会说 我砍他赔好多 一砍他赔好多 所以变成你会不会砍 你不会砍股票 所以投资朋友 如果你不太适合 去砍股票 那请你就是不要去做追高这件事情 那假设你跟郑君说 郑君我可以 我心脏够强 我很会砍股票 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个性 这样属性的投资朋友 那郑君建议你去做追高 你去买当天最强的 你去买当天最强的 因为那是属合你 你的操作的模式 那我刚刚讲了一大堆 如果你不知道你自己属性 或者是说 你自己永远做不到 所谓的纪律上的一个操作 那请你来找郑君 因为郑君觉得八月份 是一个新的开始 八月份是一个新的开始 你从来都没有跟郑君操作过 那你给郑君一个机会 为什么 因为郑君荣获七个月 今年以来 一月到七月 第一名 那你跟第一名操作 因为第一名它 它不是平衡得来 因为我不是靠运气的投资朋友 我不是靠运气的投资朋友 连续七个月可以拿第一名 不是靠运气的 那一定是有相对 我有固定使用我自己的方式操作 如果你常常收看郑君的节目 我相信你都看得到郑君的方式 好像都大同小异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本周 我们来看一下本周郑君的操作 那你也可以检视 就是我刚刚所讲的 整个内容的过程 我是不是跟你强调就是说 我是用我同样的方式 固定的方式 在做选股 来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选股的逻辑 郑君也有都有教过各位 我都有教给各位 我说三线同步纠结向上 五月君要突破月君要第一天 那你要知道 那你要进去买 这叫方式 这叫技巧 这两是茂迪 本周 再来看一下 实索 请问我买进去 是不是也是同样的方式 同样的理由 这叫实索 请你看一下 风达科 我是不是用同样的方式 同样的理由 去操作 好 那这是本周 这是本周对不对 那郑君给你看下去 七月份 我们最成功的案例 来给您看一下 全市场最成功的案例 就这么三个 都在郑君家这边 一样啊 三线纠结同步向上 第一根 而且郑君也有特别在跟您 就是说耳提命命 你可以去锁定那个投信 为什么我这边有打个勾勾 打三个勾 这三个勾就是投信在连续 连续在相对的低档区 连续性的买超 那你要锁定它 你要锁定它 我强调过最近投信墙 你就跟投信的单字 那你也可以去锁定 郑君前面所讲的 一开始买 你就要去锁定它 你锁定它 你或许没有向郑君买到起账的位置 但是你还是可以转后面这边 那你懂我意思吗 就如同操纵也是一模一样的操作模式 三线纠结同步向上 五日均同步越降低一根 就是这一根 对不对 那是不是代表也是这三天 也是投信连续密集性的买超 你不见得跟郑君一样买到最低 但是你可以转后面这一段 我不知道你有懂我的意思吗 你已经知道了 你有锁定 你有锁定之后 那你就是什么 你就是跟着 跟着 因为跟着这样做 它没有出现大量卖超的时候 那你不要预设立场 那为什么我近期 我近期 我所选的是投信的一个做法 我必须跟你讲实话 现在看外资的体系很不准 外资 因为现在好多中石户 现在大家都已经变成 不知是真假外资 你如果常看郑君的节目 你也很清楚 前一波的乔山 我都跟你讲得很清楚 那不是真外资买的 因为现在的外资的系统 过个劲 你知道到香港过个劲 每个人 你也可以当外资 你懂吗 你在香港开个户 你回来你也是外资 所以现在外资的系统 很难判别 除非你每天都花时间 你都要去做券商的追踪 你要去看是谁 什么大摩小摩美龄 什么高盛 你要去比对 不然你这样子 你根本猜不出来 到底外资是真的还是假的 但是投资朋友 投信就是真的 投信一定是真的 你懂我意思吗 投信绝对是真的 那有没有类似 投信我们再看一下 有没有类似像 郑君那时候在推荐的操纵 就是像投信 连续性 密集性的买操 因为这是七月份的 七月份 七月份我们最成功的案例 对不对 那包括七月份的利基 包括七月份的微软 那郑君今天要跟你分享一档股票 你仔细看 这三档都是七月份 七月份都叫做过去式 过去就让它过去 但是过去我们成功 我们要复制八月份 八月份 那我帮你挑好八月份 而且郑君稍微特别提件事情 你看他这样子形态在往上涨 他们除了有密集性的买操之外 而且有一个最重要的 关键的因素是 他们的营收跟获利 都是向上是成长的 投资朋友你懂我的意思吗 这三档都是营收是跟获利 都是向上成长的 那我们来锁定一下 有没有跟七月份一样 营收获利是向上成长 而且是投信 连续性的密集性买操 有没有这种股票 我们来锁定一下八月份 那八月份我帮你锁定的是 这一档全新的 那郑君稍微先特别提一件事情 这档股票他的六月的营收 是创历史新高 第二季他的单季营收也是新高 那刚刚郑君有讲过 那你可以去锁定那个投信 那我帮你把这三天 这三天我帮你圈了起来 那这三天是什么位置 我跟你报告一下 这三天刚好就是 我们把他对等性的移过来 不好意思 就是在一个多月前 他们买在这最高的位置 这三天光这三天买了 一万六千多张 我没有算前面 如果把这个 这个这前面这四五天 这四五天的张数再加起来 大概这几天连同这三天 也就是说 他密集性买操了将近两万张 那请问买了两万张 经过一个多月在这边整理 而且他六月营收创新高 创历史新高 那请问七月份 有没有机会再创历史新高 那如果这档股票是有机会的话 请问经过时间的一个消磨 也就是说经过上下震荡洗盘 请问他七月份有没有机会 我认为非常非常有机会 因为我已经特别帮你锁定好了 锁定什么 锁定他们在什么 在布局的股票 那当然 当然你有你的选择 我都予以尊重 因为每个人 每个人所挑的方式 标的是不一样 那正经我跟你特别有提到 就是说 股票它比较会容易 有一个波段性的一个上涨 它一定是多方排列的股票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你可以养成一个习惯 你去寻找多方排列的股票 当然我不是说 破底的股票不好 因为你不知道 它会破到什么时候 因为没有人知道 它会破到什么时候 因为有时候就是 你的操作模式就是 你在相对半山腰买 或者是你追到什么 追到山顶上 可是你就会做一件事情 你就沿路一直在买 买摊平的股票 你有没有发现 长时间坐下来 坐得很累 赚不到钱 为什么 因为你买错了 你买的是趋势是向下的 你仔细看 真正的强势 强势股一定是多方排列 没有那个什么 什么倒V型反转上去的 那你要拿少数的案例 来跟我讨论 那我没有办法 我跟你讲的就是说 我们讲的是大众 你看自己 自己看来都看得出来 趋势向上的股票 有没有 都是多方排列的 这三条线 五日线 十日线 跟月线 五日线 十日线 跟月线 一定是呈现多方排列 所以我才会跟你讲说三线 这三条线纠结 同步向上 它代表就是多方的气势非常强 再加上量能 量能只要有人进来 投资朋友要注意一件事情 多方排列 但是没有人 没有人 没有人 它就不会动 你今天去找到 那个多方排列 均线纠结向上 有没有 但是它没有量 你自己看 这边也有纠结 这边也有纠结 这边揪到一块 没有用 因为揪在这边 它没有量 它没有这种量出来 没有攻击心态的量 所以我才会跟你特别提 就是说 你可以去寻找 五日均量 突破月均量 那种攻击心态的量 量出来代表 有人进来 有人进来就会拉 有人进来 它就会拉上去 有人进来 它就会拉上去 很简单 那这台股票 请你特别去锁定它 请你特别去锁定它 好 那还有没有什么 其他的股票 有 那曾经其实在昨天 也有送你 小菜招待 那为什么 昨天送你那档小菜招待 同志朋友 为什么我要送你 我有时候送股票的 那个时间点 是你无法想象 同志朋友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我们当时候在 敦南的最低的位置 我有送你在 最恐慌的那个位置 那曾经稍微 特别提一下 因为我觉得 我比较重视的是 所谓的营收获利这一块 那曾经昨天也跟你特别提到 就是说 它今年的第一季 单季的获利 已经比去年的全年还要多 那第一季加第二季 投资朋友 你要特别去锁定 我刚才特别强调了 第一季跟第二季的财报 现在慢慢会陆续公告 那如果是先公告出来的 代表都是财报非常好 其实这档股票 去年全年的获利才两毛多 去年全年的获利才两毛多 但是上半年已经七毛多 跟正军写的一模一样 是去年全年的两到三倍 所以这档股票 为什么会招待给投资朋友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知道为什么吗 好 我再多说明一下 因为现阶段 很多投资朋友 已经变聪明了 不喜欢去追高 那这档股票 它昨天是被灌下去的 灌到跌停板附近 请问投资朋友 我昨天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请你来 那你今天是不是有机会去 去逢低承接 因为他这个 这个灌下的原因是跟什么 跟他的现金增值是有关系的 可是媒体 或者市场上的这个放大镜 解读在哪一块 解读在现金增值那一块 现金增值9亿嘛 9亿多嘛 对不对 可是却没有人去放大镜去看 他的营收跟获利 尤其是获利那一块 上半年 现在财报公布出来的不多 那会公布的都是基优生 那现在这档已经公告 可是媒体他没有 没有放到他这一块 其实我知道啦 是公司派有刻意在压 压压压 就是说 因为他们会选择性 那股价下来的同时 那这个地方办现真 现真的价格跟今天的这个 收盘的位置 其实已经差不会太多 那你也不要想说 会不会破现金增值的 这个价格的位置 那破的话 那谁要去认现金增值 这样懂我意思吧 那所以说 你昨天还没有来拿的 你今天务必 你要务必要来拿 因为我请你来拿是说 你今天来拿了之后 你还是可以在相对的低档区 去布局他 而且这件特别提一下 他上半年就七毛多 下半年会比上半年还要多 也就是说他今年有机会 可以挑战一块七到两块钱 去年才赚两毛钱的公司 今年有机会可以拉升到 一块七到两块钱 你觉得股价 昨天灌下来 那今天相对的低 今天跌两%多嘛 那今天跌下来不是让你买吗 还是说我推荐完 隔天跳空掌停板 那你干瞪眼 那老师你送我跳空掌停板 我希望你还是要来拿 没有来拿没有关系 今天还是可以来拿 那当然证据院还是要特别去 去帮你锁定就是说 接下来有什么股票 因为证据院之前有推荐股票 我觉得我估的那个获利 估的还不错 你们应该有印象吧 我曾经有推荐过这张股票 叫细创 我曾经有帮你估过 估过他的这个第二季的部分 你有没有印象 我有算给你看 我说他第一季 25亿有没有 25亿1块7嘛 那第二季35亿 35亿 我当时候我去帮你去抓 我抓多少 其实我抓一抓 我跟你特别提到 上半年 会落在4到5块钱 那个区间 可是投资委员要特别注意 已经公告了 我说财报好的会先公告 那他目前公告出来的上半年 已经4块半 跟证据预估的有没有一样 有 但你要特别锁定 去年赚7块钱的公司 今年上半年已经4块半 重点是下半年 因为下半年是他们本身 营收跟获利 是大成长大爆发性的 也就是说下半年 他有机会会超越 上半年的4块半 那是不是加起来 那就有机会 可以达到一个股本 也就是说 买成长性爆发性的股票 是目前你可以去锁定它 那这种是比较 比较可以拉长时间来看的 我都会送给各位 因为我说过 我是全中华民国 最敢预告的分析师 我也不会让你去买一些 莫名其妙的股票 你可以看证据结果 我都是在推荐 营收跟爆发性的股票 那当然 如果你昨天还来不及来拿 投资朋友 昨天还没有来拿的 投资朋友 那希望你今天来拿 或者说你想要跟政均同步 参与这张股票 我们来再看一次 你也想跟政均同步来参与 8月份 8月份我们锁定的 锁定的 为什么他们买的这些 买了将近2万张 连出都没出 你这看得到吧 这我没乱讲 这一根都是5000张6000张 这一根买超都是5000张到6000张 投资朋友 他买这么多 那8月份呢 投资朋友 我暗示你 有些时候买的 他会做7月的账 7月的账没有做 那就是做8月 就是做8月 为什么要做8月 因为我刚刚已经特别提到了 8月中旬要公告 第一季加第二季的财报 你懂 你懂 你就去播电话 中长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8点到10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我们立足台湾 放远世界 每个数字的跳动 都是经典 各行各业 交织成产业脉络 人生每一步都是投资决定 与非凡商业台并肩作战 才能看得更远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从台湾放眼国际 从生活挖掘商机 从十一柱形出发 用最新的思维 掌握正确的趋势 最新的视频方向 我是曾中玉 非凡商业台 全球新观点提供您 理财新事业 大家好 我是曾中玉 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改版咯 黄金 债券 基金 投资商品 最新的资讯 全部都在最专业的理财节目 只要钱长大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本周的操作 我们本周操作 非常的轻松 那当然如果投资朋友 不知道怎么操作 你可以来找正军 那正军都会帮你去锁定 就是说比较适合 各位投资朋友操作 那这是全新帮各位锁定 八月份全新的股票 佛信 密集信买超的 那请你要来 那昨天还没有来拿 这档叫小菜招待 那这档就是 要招待给投资朋友 希望投资朋友 你可以来来锁取 那这档股票 请你要特别去锁定它 因为它去年的财报 跟今年的财报跟获利 差很多 投资朋友 我们来股票上 就是买营收的那种爆发性 那当然 相对的时间 它刚刚有那个 吉沙的那个位置 给各位投资朋友去做承接 那你就要去勇于去买 基本面好的公司 好的股票 还没有来拿的 欢迎你来电来锁取 请你去拨电话 麻烦你去拨电话 把电话拨通就对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不复当知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险险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们要看摆订 还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